我们来画草了 这是它的包包的标志 对 你就要给它拆多一点 好 这就是我们的优格 它可能是一个这样的包 换一个这个 OK 这就是设计的包包 怎么用针线呢 我记得我妈先教过 针在哪里 之前我有一只小粉红的屁股开线了 然后我就想让我妈教一下怎么粉红它 因为它那个开线太多了 这是怎么穿呀 你觉得这么长吗 不是一般人 嗯 在那里一下就可以了吗 嗯 看起来就不行了 我咬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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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帮 大概 这处也可以剪对吧 好 然后这样再卡个在上面 其实它和以往的包都不一样 你知道要露一个吗 这其实是个体肩包 大学好像弄反了 它弄过在这 就是怎么说它是个新品呢 它其实是一个冬季的一个新品 然后呢 它的设计理念源自于秋天的落叶 然后呢 设计师本设计师想的就是 把秋天的落叶结合起来 是不是能成为一件艺术品 然后它跟以往的包都不一样 别的包都是斜跨 或者直接背 或者放叶下 但是它不一样 它呢 它在于用指尖背 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求的是什么 求的是一个方便 对不对 我们这个就不需要占用升级的很大的空间 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把它给背出去 就很美 你想放方感都行 你想贴呢 就比如说你想 你想把它贴在这儿 你就只需要购买我们的 这个套件 就是 粘粘贴 你就需要购买我们的套件把它贴在这儿 如果你想要把它 四面都有的话 你也可以买四个这种粘粘贴 贴在这旁边 然后就会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东西 就是就比如这样 然后编造型 就是这样 这样 再也不是比 剪刀熟了 而是比这个秋季单品 这个配色其实就是一个 很有生命力的一个配色 因为这个里面看它虽然是黄 这说明什么 说明秋天已经到来 然后书也已经开始枯萎 你就比如说你可以 把它这样子 然后跟朋友聚会的时候 不经意间露出这个时尚单品 今年是秋季款 这个是秋季款 像下次的话 就是在明年的夏季款 我会出一个 直接放的二代夏季款 然后再 再后年的就是冬季款 然后再弄回来 然后它就是什么万物复苏的春季 我就会去用更有生命力的颜色 去做一个四代版 对 怎么样 都不经意间露 这个包不仅仅装下 我们整个的童年回忆 拿上它凹造型的时候 已经可以装下 这个包的第三个用处 98888 不要98888 不是 不要98888 不要98888 不不不 我需要98888 它这个呢 它是一个新品 你就是 好 给你介绍一下我这个这个面包 它这个呢 跟网上的包不一样 不像这种包呢 它需要这种 斜胯 这样斜胯 这样斜胯 这样子斜胯 这样子斜胯 这样子把你包胯过来 它这个呢只需要 放松你的 整个手臂 不需要那样的手臂 你这几次啊 你粘到吗 粘 然后就可以这样子 你看这个很帅 一大块 他就这样 他就这样 多少钱 不要算了 我可想买这 他全付了我那个 纸尖包 他都打折了1000 他付 你看 哈哈 但没事 他已经成为我们这边 纸尖包的一个VIP会面了 我当时看到那个付款记录 我当时手机弄了 我没有看到那个小数点 我看到10000 我人家傻掉了 我说我是不是要退钱了 然后结果发现不是1000块 是10块 那边再吓死了 我就当时 那边再放 跟蠶子 rod兰 比赛 还好 还好 你才吓死我了